食堂 有些娛樂場所 這是比較現代化 賓館式的彌陀村 是最新的構想 那麼這些做法 你看照顧這些孤苦伶仃的孤兒 老人 社會上這些可憐的人 我們有這個財力 能力 物力的 可以發心來做這個好事 你這個好事做了 你那個算跟機會一直增加 那麼我們財力 能力不足的 別人做我們可以隨喜 別人做了我們隨喜也是跟他一樣的功德 敬老懷幼 那麼這句 尊敬老人 那麼教導這個年幼的幼兒 這個幼兒要教 那麼對老人要尊敬 所謂敬老尊賢 不要討厭老人 因為討厭老人 如果造了這個惡因 那將來自己老了 那也會遭遇到別人的討厭 我們人一定會老 如果不想老那就要找死了 那又不願意找死 那一定要老 要老的時候呢 我們想要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我們現在就要修陰 現在不要討厭老人 那麼我 看到老人我非常歡喜 所以老人呢 一些老菩薩很喜歡跟我在一起 看到我非常歡喜 我看到他也很歡喜 老菩薩呢 非常喜歡我 因為我也喜歡他們 所以我來新加坡 96年來 在新加坡七四林呢 都是老菩薩比較多 他們華語聽得有困難 所以我都講福建話 給他們聽啊 大家都很歡喜 那麼我們多多敬老 一定有好處 到我們自己老了 人家也會尊敬我們 因果抱怨嘛 你現在討厭老人 看到老人就討厭 那將來自己老了 人家會討厭你啊 這也是因果抱怨 敬老懷幼 那麼對這個小孩呢 要照顧 要照顧 不可以去虐待兒童啊 這個不可以 要照顧 要教導 這個教導呢 不是虐待 這個也不能搞錯 像父母呢 管教兒女 有打有罵 那不是虐待兒童 現在的人呢 都四非顛倒 她沒有去認真 處那一雙事情 她的是非善樂 一看到呢 管教小孩呢 就把他認定是虐待兒童 警察就喝槍實彈 要來抓人 這個真是很冤枉了 你要看看 他是什麼樣的動機 什麼樣的心態 不能一開而論的 現在的人呢 糊塗到了極處 這個對於幼兒呢 要知道呢 教導 善於教導 要有慈心來教導 你對她的教導呢 才是真正對她的愛護 昆蟲草木 又不可傷 那麼 你看這個 講動物 植物 連這個植物 昆蟲是最小的動物 螞蟻啦 蟑螂啦 蚊蟲 都不可以任意去毀傷 那更何況其他的呢 以悯人之凶 別人有不吉利的事情 應該怜悯她 不要再去呢 去責怪她啦 她已經遭遇到不幸的事情了 那你還在那邊 幸災樂禍 這個就存心不良 這個就不好 就不對了 應該呢 要去怜悯她 她有遇到不吉利的事情 要去安慰她 去怜悯她 去怜悯她 幫助她 樂人之善 別人做好事呢 我們隨喜 我們看到心裡的歡喜 她做好事呢 跟我做一樣 有人做好事呢 我們非常歡喜 隨喜功德 盡心盡力 從旁 去協助她 我們今天做好事 我們想請她 States